大家好我是Tim 我們今天繼續來玩十字君之王3 然後是一個很特別的MOD 是魔獸爭霸 艾哲拉斯的守護者2 好 很特別吼我前幾天看到那個 國外YouTube頻道 突然有這個 發布前一天的 有一個我訂閱的 頻道那個他發布的這個MOD 即將上線前一天的消息 這個MOD應該是 歐美時間應該是20號上 所以我們是21號應該是昨天 可以的那昨天因為我 在看那個海盜戰記 看到3點快4點都還沒睡 所以今天很痛苦 然後也是 今天也是弄得很晚 很晚才研究這個MOD 然後才那個 才進這個遊戲才開始錄 那 我好像好一陣子沒有更新啦 就純粹是工作太忙 跟再加上好像 有點懶得錄 因為沒什麼 沒什麼我覺得 敘事性搶眼的 遊戲會讓我一直想錄下去 我 或者是一些動作遊戲 或是Online Game 那 Diablo 4我其實沒有預購 雖然我想玩 但我 我沒有想去趁那個流量啦 我是其實在觀望他到底可不可以成為替代 魔獸世界的一款Online Game 還有這些世界BOSS啊 還有他的PVP到底怎麼樣 目前 相關的資訊都太少了 那但是Diablo 4我看了一下我還蠻期待的 那雖然說我很厭惡這個仰視角的這種那個ARPG 用滑鼠來控方向 走位的這種 可是因為現在都有支援 電腦都有支援手把 我不確定就是在手把的情況下 遊玩體驗會不會好一點 所以 因為有的手把這個加持 所以我還蠻期待的 畢竟魔獸世界10.0我是一點興趣都沒有 所以 這個就導致了我現在最近 New World啊或什麼的 然後還有一些Online Game 像上古學的Online我也沒玩 所以就 就有點尷尬 就是每款Online Game在那邊給你天天上線去農 農久了很煩 但是真的沒有遊戲MMO給你玩可以去農的時候你又覺得好像 好像沒有什麼 找不到什麼黏著度高的東西就覺得又有點無聊 人就是這麼矛盾對吧 好那回到這款遊戲 那這個MOD我覺得他叫埃茲拉社守護者2 其實 應該是有出過一代那因為舊的CK CK2我是沒有玩的 CK1也沒有玩 所以我不確定這個是不是以前的 就出了感覺起來應該是啦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去那個 就是可以在那個選 統治者的畫面我們可以來看觀察一下這個 結合了十字軍之王3風格的這些 原本魔獸爭霸3裡面的這些角色 其實他應該是 以他的劇情應該是 1跟3的劇情才對 因為我剛看他的劇本有德拉諾 剛開始入侵的所以應該算是1的劇情 2的話2的話可能比較麻煩2好2算是反攻 反攻回去到外遇的所以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做這個劇本 那當然那個混亂之志跟後面含冰霸權DLC這兩個重量級魔獸3的兩個 劇本是一定有的嘛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看 好 那我本身魔獸爭霸3呢 我是 國中的時候用電腦玩 其實我應該是有把人 人類的 人類的劇情我有沒有玩完應該有 不死族人類到不死族劇情我應該都玩完 對人類我搞不好根本沒有玩我應該只有玩不死族 我印象中好像是從直接是墮落開來薩斯開始玩 那我應該是玩不死族劇情 所以去魔獸3的全部劇情我也沒有很熟 然後含冰霸權的話 那個時候已經 根本就沒也沒有玩因為我家沒電腦 其實我是去別人家玩的 偶爾去網咖 呃 呃 那個時候國中還不能夠隨便出門 家裡管的煙 所以好像也沒有什麼很少去網哈打 大概就這樣吧 好以上是對以前魔獸的回顧 那後面對魔獸的印象就全部都是魔獸世界了 那這個是 德拉諾的入侵嘛應該就是一開始的 劇本然後 萊恩國王 他應該 他應該有 降臨應該有杜洛 有杜洛的 啊那個 安杜因洛薩 是應該 應該要安杜因洛薩 但是這個這個造型就非常的CK 非常的十字軍之王 然後麥迪文吧 如果不太知道他那些咒術系統他法術到底要怎麼體現 還是就是一個 更加 單跳的時候的一個事件 我們看一下583年劇本還有什麼其他的統治者 啊據我所知應該周遭那些國家應該全部都有完整 好像連那個 霍格吧霍格都有啊 啊對然後這個MOD是國外製作組做的所以我 他是英文但是我今天在我昨天就訂閱了但是我今天看到那個 工作坊又推薦他有那個漢化 所以 還不錯 有有換話可以用我就覺得很 開心的 這個是 鞋頂酋長 鞋頂我都快忘了 說實在的艾茲拉絲真的是以前練1到 1到85 1到60然後那個 7 80到85的時候才會回來艾茲拉絲晃 其實有些地方早就忘了而且 有一些 他這個等於是大災變 以前的那個版 大災變 我其實現在記得艾茲拉絲全部都是大災變以後的 根本就早就忘記了 古不起來都是巨魔 因為這邊是那個荊棘股 多格拉布嘛對全部都是那個 10N1然後這邊應該 魚人 地精 貿易聯盟總裁 帶姆維克 對帶姆維克 黑手大酋長 卡拉戰 麥迪文 這個是 辛特 不是辛特蘭 這邊有一個 精度啊精度在這 我都忘了 他這個模型明顯是直接拿魔射世界魔直接倒進來了 神軒女帝伊瑟拉啊對因為暴風 因為那個 那個 不是暗影森林那叫 什麼古的 太爾文森林裡面有一個什麼古的那個什麼維木古還什麼有點忘了 中間那個不是有個綠龍的那個傳送門嗎 有沒有想到伊瑟拉是放在這 霍格呢他霍格到底放在哪裡 蛇爪部落 霍格在這果然 魚人 風暴王國其實這邊到 那個米奈希爾港其實全部都是 合理了 這個是 暗魯堡所以這個是黑鐵 黑鐵矮人 米奈希爾港在這 不是這鐵魯堡 這個地形怎麼跟魔獸世界怎麼好像有點不一樣 記錯了嗎 米奈希爾不是 阿拉西下面那一塊 不是應該這邊嗎 好啦不管了 這個是 麥格尼 解魯堡 格瑞姆巴托 富德蘭 走護巨龍大魔導師這個是 紅龍王紅龍王后 是叫阿萊克斯塔薩嗎還是這是大陸翻譯 阿萊克斯塔薩 反正 這翻譯看的有點深疏啊 又是 激流寶哎對差點忘了 是 朱爾金的封城那那朱爾金呢 啊朱阿曼在這哦 朱阿曼的版圖原來是被切開來的 這都是朱阿曼 朱丹倫就是那個 什麼的 嗯最大被害者不持指效的代表 你看他這個背後還是那個 泰瑞娜斯王的那個王座間的那個背景 有趣 然後我覺得應該很多人會玩這個啦 菲爾薩拉斯直高王 這個是凱爾薩拉斯他爸 應該蠻多人會選這個精靈 然後吉爾尼斯這個是吉恩吧 然後還有 8版的這個庫爾吉拉斯帶領上將這時候還在 麥卡供在這邊 這一塊 這是 哇這是巨龍群島是吧 他放了一塊地形在這邊但是還沒有做 這邊是沒有 這邊是沒有勢力的哦 所以可能 不知道會不會這mode 會不會再持續更新啊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CK系列比較好的部分 就是他有把地圖的編輯權 開放給那些mode製作組 那個CA全軍破敵的問題就是 他們那個時候 老是想要賣那個小戰役地圖包 所以把那個mode 把地圖的那個權限給關掉了 他不讓你改地圖 導致後面 他那個 他那個 呃 魔界魔界那時候要用阿提拉去做 魔界魔界的mode的時候 他那個地圖不能改 所以他就那邊用砍 砍掉一塊的地方 勉強讓那個形狀好像有那麼一點像 那個 有那麼點像中途世界 但 哎那個就差很多 所以我覺得CE還是太鳥了 像那個 奇馬尼砍殺 他他也沒有在 索尼那個地圖的啊 後來不是有人把那個歐洲地圖套進去 所以我覺得用歐洲地圖去玩 奇馬尼砍殺也很不錯 很有那個 地形比較有fuel 我覺得 我覺得歐洲那個地形還真的是比較好 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地中海 所以可以導致那個 搭那個地貌啊什麼的 真的會有到另外一邊 真的有隔開很遠的感覺 就像那個卡拉迪亞大陸看起來就有點像 就一塊全部連在一起的地方 雖然南方那邊也是有 有一個很大的那個 那個內陸服 但就 就說不出來就覺得啊 歐洲那個地中海那個形狀 那樣圍繞一圈真的是 走完一圈真的是有一種 那種一個小 一個小小環球圈 一個小環球的感覺 這是 好這邊就戰達拉 我們的戰達拉神王 拉斯塔哈 然後這個是那個血 戈霍恩的那個記憶 戈霍恩的那個 這個叫什麼血 娜茲曼尼不足 是那個什麼血 血血血巨魔 先血巨魔還什麼都有點忘了 這邊都是狐狸人啊巨魔什麼 潘塔利亞他我也覺得做的蠻完整的 我覺得他這個潘塔利亞的地圖還挺 有點過於巨大的說實在 跟東部王國比 他這潘塔利亞地圖 我不知道他這個 他這個跟魔獸世界裡面這個比例 我覺得 他這邊有點太大 可是我就覺得很好奇 你在 選潘塔利亞這邊的話不是就 很粗細嗎 因為你一定就是熊貓人打那個 打那個這個螳螂人 然後還有中間一些魔骨穿插著 然後雷神 雷神好像沒有復活嗎 這雷神都軍嗎 然後他那個 他也有 我記得他也有戰達拉島啊 好吧 再來是我們重點的這個 零多啦 零多我們看一下這個索爾在哪裡 啊這個是那個啦 這個是德拉諾入侵的劇本 所以那個部落還沒有建立 所以這邊都是薩特 然後那個 那個陰神女妖 那葉精靈應該就沒有變了 這個是我們泰蘭德的這個 魔佐 我覺得這個臉好像比較好 我看 有比較舊的 他可能早期版本 那泰蘭達的臉就 看起來就肥肥的 就很像大那個 原本CK3裡面那個大神的那種 的那個臉的形狀 這看起來就是修的比較好 這邊應該 這邊都是那個什麼熊 熊怪嘛 這個時候應該也還沒有 也還沒有那個 都還沒有德萊尼 飛船墜落的那些事情 有點可惜 他這個 阿納蘇斯的那個世界樹 他沒有一個那種 一個大樹的一個模組 給他放大插上來 有點可惜 馬法里奧 卡多雷國王 為什麼 卡多雷的領主 外國女祭司 所以他這邊 這一小塊 達納蘇斯公國 是范達爾在這邊 然後他領主是 他王國是這一小 這幾塊 所以是馬法里奧 一個被 看到伊莉丹的 被關的伊莉丹 笑死 我忘了講這個MOD 因爲 因爲有人說 在那個 在他的這個MOD下面留言 其實 好像他 大概只能持續 進行一個幾個回合 所以就會 down掉 所以 我這個MOD 可能以前面就是 帶大家看一看這些施力 然後進去玩個一下 一下 所以這集不會錄太長 因爲 一方面是 最近上班實在太太累了 然後 我現在錄的時間有點晚 因爲我剛 當然我也是我自己的問題 因爲那個 海盜戰技第二季 現在才出到第11集 所以我就 呃 昨天把動畫一次 一劑加11集全部看完了 死命瘋狂的看 中間能快轉就快轉 所以我簡直停不下來 不要不要 然後呢 就 哎 今天又受不了了 中午又開始吃飯 所以開始在那邊滑 他後面的漫畫的劇情 後面漫畫劇情有點 那那個 就有一點 說不出來就 啊 是因爲他有前面在英格蘭的征戰的 那些 複墊 他前面的這個 那些殺戮 所以 顯得他現在的這一些還 不會覺得說不合理 但是就有點無聊 啊 的確他最還好把那段畫出來 你想想看他如果一開始就從他奴隸篇開始畫的話 那 豈不是這個劇情是無聊的要死嗎 不能說無聊就就是不刺激了 就是那個什麼安哥洛環形山脈 他這個又做出來 雖然說這個 地貌落差不是很明顯就是 還差了一點味道 然後這個是那個 85等 大災變的那幾個 啊對 脫圍了 我好久沒有去 這個是安奇拉蟲組 安奇拉蟲組有這麼左邊嗎 安奇拉神廟 我記得他地圖上有一塊地區就整個算是安奇拉神廟的地方 再上去就 有點 那應該安奇拉神廟應該是這一塊 好這邊這塊地圖有點旺 反正 不是犀利舒斯嗎 左邊那個叫什麼點旺 很少會去後來被插了被那個 我們的愛獎被那個 拉格納羅斯 哎不是拉格納羅斯 我們的愛獎被 哇靠那個多羅泰坦叫什麼我忘了 哇我竟然忘了我真的太久沒玩魔獸了好可怕老人是在 反正被那個被多羅泰坦插了一刀 要被吸吸進萬聖殿之前插了一刀 就是插在這邊 哇是狗頭人哎 哎我記得不是有一個 馬其盾 不是馬其盾 有一個有一個都是巨魔的那個副本 我記得在這邊 應該在這邊吧 哇完了 又找不到了 一哈蜂寶在這裡啊 嗯 半人馬魚人 好吧真的是都已經忘掉這些 魔獸的 諾德 我們等一下看 應該就耐憂 耐憂蟲族跟巨魔啊 還有寒霜巨人跟那個 雷的那個叫什麼 海爾尼爾 然後這個是啊 奧杜爾萬神殿 他明明這邊山就可以切的很陡啊 他幹嘛安哥洛環星山脈不切陡一點 然後 還是沒有辦法啦 他那個奧杜爾的那個模型他沒有辦法直接套 套一個就過來卡在中間 所以就 就是地名是奧杜爾 但 地形的話完全就 搭不上邊 沒有沒有辦法 然後這邊 剛剛那個是耐憂蟲族 阿努布雷卡應該不是阿努巴拉克吧 阿努巴拉克呢 啊都是巨魔 還有這種巨人種族 藍龍軍團哇 馬里狗斯的人類型態 我的天啊 現在是這個樣子 欸那黑龍 奈法利安 最後這時候奈奧里薩已經 這時候奈奧里薩死了嗎 紅龍法師的那個劇情已經結 欸不對他他沒死啊 他85級才死啊 怎麼沒有奈奧里薩 好吧 這個就是 得拉諾入侵的這個一個劇本 嗯 來看一下混亂之志 我們的阿爾薩斯王子 這邊是我們的至高王 然後還開始我們這個 奈奧祖烏妖王 其實他這個圖片 我魔獸3 我印象中他的冰塊是這麼抽象的一塊冰塊 我有點忘 還是這個是他那個CG動畫裡面的其中一個片段 剛好照到那個 屏風王座裡面的這個 烏妖王的盔甲 知道 所以 先來看一下那個任意統治者吧 反正這幾個大家應該都很熟了 阿爾達 嗯 沒什麼印象耶 薩拉斯小禁公爵 看一下 作為奎爾薩拉斯的法師領主 達爾坎 達爾坎啊 那個 血精靈新手村的那個 背後的那個BOSS 那個叛徒達爾坎 想起來了啦 我想說為什麼要放他 哎呦 真的是差一點 我真的 真的看不出來這冰塊裡面冰的是什麼 這是那個巨魔的那個牙齒嗎 還是什麼 這塊冰塊太抽象 從未見過如此抽象的奈奧 是我這一集的標題 天災軍團皇帝 當奈奧祖被重塑成巫妖王的那一刻起 注定要成為燃燒軍團的先鋒 一個摧毀說 反抗惡魔大軍 並將他們帶到這個世界的工具 霸氣 霸氣外龍 我們看一下其他統治者 看一下這個格局的變化 哎呀那個十四軍之王3真的是受不了 什麼時候要出個那個 呃12世紀出的那個 耶路撒冷王國那邊的 我現在變成我 你知道現在玩十四軍之王原版 我要自己進去 隨便創一個叫耶路撒冷那個 然後那邊搞一個 隨便把一個領主制創一個 統治者然後搞一個基督教在那邊 直接就是 公國聖 直接那個就是國絕領聖戰到處亂打 好這個都沒有沒有什麼變化 Iranus 我不太確定他有沒有既有的很強的腳本 劇本的引導性 劇魔哎 我剛漏看 可是我剛沒有看到這個什麼優根嗎 一個劇魔 我們玩CK3劇魔有什麼外交嗎 沒有啊就打 混亂之智 啊對索爾已經建立那個 那個部落了 然後跟雷霆崖 哎雷霆崖呢 嗯 雷霆崖也還不知道去哪 哎那家耶 我剛沒看到那家 我怎麼還是我點的 然後但是被我直接無視 其實選索爾在杜蘿塔這邊打 在那個從杜蘿塔這邊開始打 下也還不錯 想想我們當年的索爾 一代英雄少年對不對 後來被那個吹沉成廢物世界殺 太太慘了 魔獸爭霸 魔獸世界啦 對魔獸世界這種新舊 新舊編劇 新舊這種 呃應該說一個遊戲的劇情的主導人的這種 不同世代交接整個 整個這種 呃 算是為了要 展現自我新的想法 導致 高氣舊的一些人設或什麼的 或是一些直接把角色直接的人設 給爆炸性的給他變化 還挺 那種超刀者的這種爭鬥影響這個 呃創作裡面的這種劇情人物走向 其實還 說實在這幾年還挺多的吼 那個像 漫威 漫威不見得是人物啦 漫威是一個 不是說角色性格大變 是他整個那個劇本跟那個 電影的氣氛整個都變了 迪士尼也是 啊那個星際大戰 就是元凶就是迪士尼派的那些人 那我今天看了一個新聞 那個 漫威的那個創意總監 我其實以前我一直以為就是開那個 凱文費吉是唯一的指導 後來發現其實 其實 迪士尼高層有塞一個另外一個創意總監 所以 他是 等於是凱文費吉不是完全主導的 而且說實在 迪士尼是凱文費吉的恩人 那 迪士尼塞的人 凱文費吉肯定也根本就不敢 真的跟他騎什麼衝突 所以 漫威最近的電影大家也看到了 我訂閱了那個 那個什麼 BA 的那個頻道對不對 是罵 雖然他罵DC罵比較狠 反正就這樣 真的沒有 沒有以前好看 應該說沒有以前那麼連貫 主題 主題 鮮不鮮明嗎 主題 他就是要塑造那個 替那個 做造者聯盟的那個大BOSS 鋪路 可是鋪的很爛 以前鋪的很好 然後今天看到那個 那個漫威的那個另外 等於另外那個創意總監 他也離開了 終於離開了 所以不曉得漫威後面又不會好一點 還是說 迪士尼只是隨便找一個人 邪技了 之後還是會再塞第二個過去 不知道啦 你也知道嗎 去銀行買 去銀行李專跟你推薦債券 不是跟你講那個蘋果 就是講迪士尼 就是那種海外比較穩的債券 所以你也知道人家那個獲利能力就是 就是強 有錢就是 有錢的說了算 暴雪也是為了錢 為了跟 從那個法國的那個自來水公司 為旺迪把自己贖回來 贖到後來對不對 被那個 被動勢給併在一起 還不是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我看起來這個 Diablo 4應該是可以把他們救回來了 我都有點想玩 而且看起來就 這個其實 我說實在 魔獸世界製作團隊 人家擔任RPG的遊戲 在16年就開始 14年開始就 演出就已經爆炸了 12年 我玩那個魔獸 我不是玩那個 星際大戰Online 應該是11年 我還沒畢業 10到11年那個玩那個星際大戰Online 人家那個演出多爆炸 你看魔獸世界那時候 那時候是85等 85等的演出 就那幾個動畫而已 我一直覺得他們很混 我是說在演出這方面 而且一次Diablo 4 終於有比較像那種 有穿插一些單機遊戲那種 演出的風格 一些劇情 或什麼 比較像一款真的是次世代遊戲 我說實在的 我真的受不了 Overwatch的那個 根本就全明星運動大會 就把每個人進場的故事介紹一下對不對 那PVE的劇情他現在都沒有 他那個也不好寫了 他每個角色都不能寫死 所以哎 不期待 Diablo 4看起來就 難怪他們就是 之前就是說那個整個IP 就是Diablo最有擴展價值 也的確啦 魔獸世界十幾年的這個劇本 真的是已經 我就是掰不下去了 就是派 就是派堆 就像漫威一樣 派堆不重要的角色出來死 你一點感受都沒有 或者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 突然讓他 死了對不對 你就更莫名其妙 好 我沒有在介紹這個 這個部分 然後就 天災軍團這麼大一塊 好不死足 你 你 這個 看不太出來 他這有職業嗎 譬如說是指鈴法師 還是說是死亡騎士 你每個都穿著那個便服 我都看不出來 然後都是眼睛發亮 好 我不該要求那麼高 這個就是個MOD 看起來好像 差不多吧 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我也沒什麼 一混亂之志 我也沒什麼記憶點 那我們就直接去看 好不要把遊戲關掉 好 我們又回來了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冰封王座 霸主伊利丹 海爾薩斯 霸主 不好意思 看錯了 雙王馬拉克 這個盧克上位是不是那個 阿薩斯他們登案之後 登案之後 一隻死守在那個堡壘那邊 難怪這個難度是困難 瓦斯奇 這個奈奧組 我後來進去看一下阿薩斯到底在哪裡 先看看他們其他同事者吧 這個應該那個 公布王國的那個整個版圖變換 應該就非常的劇烈了 應該要有那個 這個時候克爾蘇加德 應該會留在這吧 一樣是掛奈奧 壁魯谷 壁魯谷不是那個血色十字軍嗎 這邊也是血色嘛 這個是 斯坦索姆在哪裡啊 嗯 好吧 西爾斯布萊德 所以洛丹倫等於是 洛丹倫王國等於是 分裂了 巴納扎爾在這 他分裂 然後這個是 西爾瓦納斯在這 天災軍團這邊還有一塊 然後他們那時候是 阿爾 阿爾薩斯應該是帶隊殺到那個 貴爾薩拉斯嗎 至高王 洛瑟馬 洛索馬 這塊 這邊還快魚人 哇靠 娃曼國王打卡拉 盧爾金 那時候死了嗎 他不是 他不是受傷而已嗎 有點忘了 這 已經真的有點忘了 綠龍軍團 軍團這邊還快 這不是那個什麼 這個是阿拉西高麗 這星特蘭那塊 沒錯 那沒錯 這邊有一塊高金的地 我都忘了 這就是阿拉西高麗 這也是巨魔 有瑞琳巴托 弗斯塔德還是在這邊 暗魯堡 黑龍軍團 奈法利安 他全部都應該算在他的這個 部落字 他這個軍團是 類似是原本皇帝的屬性還是怎麼樣 暴風城現在是瓦里安 瓦里安的那個失憶的時間點去打那個 去打競技場是什麼時候我都有點忘了 605年 他是不是那個時候暴風城輪添的時候他就被 後來就被 有點就被扔到那個被那個 雷 雷 雷家還是那個那個 競技場的那個壽人薩滿拿去變成訓練成 格鬥師 格鬥師 現在是他已經恢復記憶回來了 不曉得因為那本小說沒看 黎菲亞兄弟會 很好 詛咒之地 卡扎克 我不曉得你如果出去打別人是不是那個卡扎克那個 末日 末日這個 末日霸主的這個 的這個模型去去扁著地上面砍 好想試看看 這是 守望法 貿易聯盟 雪凡海道這邊這邊還有幾塊島嗎 我有點忘 這些 等一下 這不是巨龍群島這個是破碎群島都忘了 破碎群島他 沒做出來合理 杜洛塔已經到這邊了那 雷霆牙呢 死字路在這 雷霆牙 莫高雷在這 莫高雷原來領土也這麼大一塊 卡多雷沒什麼變嗎 那北京 阿努巴拉克嘛所以這一塊他在這邊小小的一塊 認真思考一下要選哪個劇本進去看一下 我主要想看他有沒有什麼文本或劇情的引導比較強的 我如果都玩的很自由的話那我起不是 開場我就去跟那個 現在軍團去那個去去去給他搞外交了嗎 知道 我覺得一個比較經典的就是我們一開始我們就玩混亂之智玩那個阿薩阿爾薩斯王子 應該是蠻經典的 我才不要看起鐵人模式 好像我忘了 這個讀取畫面選的圖我覺得都還不錯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另外自己找繪師畫的 這阿爾薩斯怎麼這麼沙 現在是 這是你而且你真是太強了笑死 精緻強壯人類 對阿我可不可以取不死竹 雷尼拉 好熟的名字 年齡問號問號 200多歲 好像也不是不行 但是個精靈歲數的問題好像 我記得在那個 異種族風俗平見的那個裡面有 有精靈就會吐槽 吐槽那個人類 看外表然後看他一想到那個 跟一個那個 他的好夥伴人類好夥伴是上了一個幾百歲的那個對他來講是 那個精靈老泰國他就他就快受不了 然後就他自己找一個那個 六七十歲的對人類也受不了 阿爾薩斯王子 叫死 唉這個 阿爾薩斯王子唯一的伴侶就是我們的 雙之哀傷對不對 對啊我們寶物藍雙之哀傷呢 沒有 太過分了 看一下這個泰納瑞斯王 母親已經掛了 單親都是有問題 單親都有問題 我不是湊單親我自己也是單親 該死 當然是軍事阿 還會再選別的呢 他這邊劇情其實沒有什麼改 他這邊技能沒有什麼改 是劇情 聖女 靠的不是先錢或金錢而是榮譽 太諷刺了太好了 我們就選這個 騎士重心對不對 目標做一個墮落騎士 什麼我們去見我們老爸 我們獲得40壓力 因為我們有 傲慢特質 什麼都不給 好 偶齒不清 終究是個公正的君主 What 不受宮廷與祭司擁護 為什麼 你可以對酋長 姑母母姑 宣戰 好 伯爵零勝戰 好伯爵零勝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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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两个都不是医师的那个 我怎么找了个天才军师家来 还是有事件 斯坦索姆 不是应该我过去杀吗 哇什么东西 为什么约瑟夫有双之哀伤 不是我的双之哀伤吗 他真的有事件 婚姻开始 这些人都没有双之哀伤 阿翁 血貨 我有沒有看錯 是血貨 他不是後來變死亡騎士嗎 然後他那邊不是夜精靈嗎 記錯了 好混亂 我現在是不死族嗎 他把那個魔獸那個肩甲特色給引進來 應該死我要取珍娜 珍娜去哪了 聖光 海巢賢者 阿因為他是那個 他是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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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那個老人癡呆 我現在想不起海軍上將帶帶 酷爾提拉斯人 對對對對對 他是酷爾提拉斯人 所以他是姓那個海巢 哎呦我的天 蛤 我的騎士現在是一個漁人 我的天啊 我現在這邊有一個天災軍團 非常好 大法師 哦他冰種這邊有做 裝甲做旗 哦這個還 挺不錯的 可惜他沒有全部 裝甲做旗什麼的 圖都換成魔獸風格 可惜的 真的可惜 白鷹之首騎士團 那大團長是誰 烏射 哇 可是這烏射怎麼不是那個造型 是不是有點有什麼問題 還不錯 其實我起碼我覺得他事件有做出來 不然原本 如果原本只是炒這些人的魔 然後隨便你那邊隨便搞 好像也有點無聊 所以 哦我不是有四百 我不是有九千多人嗎 我的冰呢 他最愛是 你沒有三千多人 你不會生氣 我不會生氣 你不是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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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雞 嗯 但我昔的 我昔的 了 你也是 有的 我可不可以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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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麼勢均力敵 哇 太誇張了吧 嗨嗨 嗨嗨 喔 嗨嗨 好 好啦 我們只好阿薩斯變成酒鬼了 無法承受之重 哇 要輸了 哇靠 阿魯 巴拉克 哇 完了完了完了 我的天哪 有沒有靠譜一點的醫生 不好意思 我們在過激的治療一下 我們的阿薩斯王子就是這樣子 暴斃 我們短暫的這個 洛丹倫的這個王朝就這樣給爹了 因為我們突然被天災精團給打 打得要死要死 這個根本就是一上來就是超級地獄副本 有夠難打 我還不趕快立刻投降 打不贏就加入我去選天災精團 可是還沒道理阿 難不成我要選 我不是選阿薩斯來墮落嗎 我不是選阿薩斯來墮落嗎 為什麼我一開始 一進來就是看著別人拿著那個 別人拿著那個雙之哀傷 然後再來看我老爸 然後是別人在墮落 沒有道理阿 對不對 這沒有道理阿 我來選一下那個天災精團看會怎麼樣 蠻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為什麼現在預設到勾鐵人模式阿 為什麼 大家都這麼喜歡挑戰嗎 不是玩歡樂的嗎 不會吧 我們就這麼大一塊 我們就這塊冰塊喔 哇這太棒槌了吧 太厲害了 沒有繼承人 這這這這 我們應該想辦法找一個繼承人阿對不對 我們都是冰塊了我們還有這個 我們還還需要醫生嗎 需要嗎 巴納雜爾 特爾蘇加德 他這個造型還是挺不錯的 還行 就直接無世界開始 看他開場到底有什麼 直接有什麼事件可以引導我們 我直接被宣戰阿 嗯 我直接被宣戰阿 恐懼守衛 恐懼守衛 我直接 哇还有冰霜巨龙 哇 这么屌 食屎鬼 女妖 震恶 有点有点强 温宅未进 跌宕起伏的命运并非时时刻刻都是我的帮手 我与马尔加尼斯相遇的那天死亡就知道我被诅咒 然而今天我从诅咒中解放人命运垂青于我 将那恶劣的花花公子带去了他的焚怒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阿尔萨斯把马尔加尼斯干掉了 这时候阿尔萨斯已经拔剑了 感染了若丹伦至高亡国 他这个这个图看起来就比较好看了 哦所以我们已经把阿尔萨斯变成 洛丹伦已经变成是我们的从我们的封城了 哇哦那为什么我选阿尔萨斯的时候 直接独立个阿尔萨斯在那边跟天灾军团打 双之哀伤 挺不错的 但是说不是穿他的金田套装 不过他也的确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北境 还没有到北境 拿到整个完整的巫妖王盔甲 他這個模組做的還可以啦 但還是代入感還是差了一點 他這邊的人物模組都不知道是 低色沒有開這個權限還是怎麼樣 他都還是用原本的模組 他那個不死竹都還是 原本人類的樣子 可惜了一點 哇你們不死竹還要搞這些 真的是太CK啦 看起來東部王國的局勢就是挺離爛的 真的要有體驗的話應該是去 應該是去卡琳多扮演索爾 我覺得感覺應該會比較好玩一點 不過我們剛剛忘了看 不曉得雷克薩有沒有在 是其中一個國家還是什麼 應該要再找一下 拜金主義騎士團 笑死貿易聯盟總裁 太白癡了 紅色父親 穿山 不曉得雷克薩 守護 有 有 看一下把這幾個都打掉之後 會不會有觸發什麼事件 沒有的話就跳回去 再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鳥可以弄 接著我的天啊 我看他建築有沒有什麼可以蓋 還是就是一樣的東西 建築好像都一樣 哎哎有多機場 空中單位城堡 哎還是有一點差的哦 我覺得差不多就這樣 因為 我覺得還可以啦 但沒有到想像中那麼精緻 但是畢竟是免費的MOD 所以 這個艾澤拉斯這個地圖也挺不錯 我覺得 我覺得CK3因為本來就是 主打那個外交跟一些個人 招操作的 他不是真正以戰爭為主的 這個 的一個 的一個那個遊戲 所以 魔獸的真正法真的是大家就是打 真的沒有什麼外交 因為 異種族之間真的要 真的比較像黑暗森林法則 大家就是 就是你侵犯到的領土 我就是殺光你 就這樣 所以大概大概就這樣 那這個MOD我覺得還還可以 因為 反正你有時候 反正他才2G多嘛 你就等於是換個換個口味 其實你不要玩那個天災相關的就好 因為天災相關感覺就是一直擴張而已 我不曉得他有什麼外交操作 可不可以結婚或什麼 但 應該要玩一些其他人 人類 其實我感覺應該要玩混亂之治比較好 雖然說沒有索爾 所以但是可以玩什麼去取泰蘭 不知道可不可以操作那種什麼去取泰蘭達 或什麼這種燒操作 這種很瞎的東西 真正天下我覺得做的還可以啦 我覺得另外就是他有漢化組 所以這個MOD你會 你比較沒有門檻 你就是可以直接玩 也還可以 反正那些漢化都 反正我覺得都還行啦 就只是那個翻譯你會有一點 生疏而已 因為我們平常看的是繁體的翻譯 名稱你可能會搞不太清楚 我覺得 因為魔獸3的劇情太經典了 所以 這種他這個是比較像是給就是你比較不想走原本那個劇情發展 就是你想玩一點 你只想要那個背景 魔獸做背景版 其實但是你其實想搞你自己的事情 想有自由度的話 我覺得蠻適合這個MOD蠻適合他們的 因為像但我會我會希望就是那個驅動性要強一點 就是我 我想看他這里面 照那個原本那個劇情發展 就是我 我覺得我比較矛盾啦 因為我會 我會覺得說沒有那個事件就好像有點 喪失那個目的的 可是就好像照的那個軸 那不是跟玩魔獸真罵3一樣嗎 所以我我承認 我覺得我有點 我體驗是比較矛盾 我兩個都想 所以其實說實在的就 變成就是說到底要不要像那以前 像就是你真的要很精緻 要像以前的三國 給你一些選項 你這個瞬間的玉璽要交不交 要照死死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就 那個是我要求太高了 其實這樣要求不合 因為MOD人家就是免費做出來給大家玩的 當然我可以期許他 之後是不是可以做到這麼 一個自由一個 就純沙盒自由模式 跟一個很強的引導事件的模式 我覺得我純粹就是做夢 就是 就是人家做了然後還要閒 對 但是但我覺得我覺得相當相當不錯 我就看了 感覺還是挺帶感的 他裡面那些 就是玩法其實沒有什麼變 玩法真的沒有什麼變 但是單位的話 畢竟有 他要把那個魔獸的單位融合起來 只是一開始真的沒有什麼 你如果是人類 落單輪的話 這沒什麼心思去搞什麼經營 因為開場就是天災宣戰 這個其實就是引導性 我剛講就是他一開始就引導性一定要打的 所以 落單輪就應該是一定會有問題 就不曉得 如果我去選個那個奎爾薩拉斯 選說那個 選那個 開爾薩斯他爸是不是有辦法打得贏 擋得住對不對 那個 現代軍團 就就真的不曉得 可以嘗試看看 總而言之我覺得莫德 他也不是只把那個小地區的祝福 他是整個艾爾薩拉斯世界的 除了 目前看起來除了 哥布林的那幾個島 然後 吉爾尼斯也出來了嘛 所以哥布林那幾個島以外 破碎群島跟巨龍群島以外 應該應該大部分都該有都有 當然沒有外域跟德拉諾 還是其實有 我剛沒有沒有他有什麼切換的 我沒按到我不曉得 的確是沒有那個外域跟德拉諾 嗯 好大概就這樣 好啦那我覺得今天就是一個MOD的分享 然後我其實開頭都忘了講他這個遊戲 這個MOD應該開發一段時間了 所以他的支援的遊戲版本是1.5.0.2 現在好像已經是1.8了 1.8還1.9 所以 的確是比較舊的版本 那就看他們未來會不會持續更新 這MOD應該 這MOD應該是適合拿來做一些花式玩法的 應該不是說回來 應該說不是用CK3去體驗魔獸3劇情 所以 大概是這樣 就說你用你選個 索爾然後用走那個陰謀系列對不對 到處去搞鬼 也是挺有趣的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個 石菌之王3這個魔獸爭霸 艾澤拉瑟守護者2的這個MOD的分享 那我們就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